神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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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年的賽事主賽方面的杯賽決賽上映的有英格蘭的阿斯東維拉對著澳洲代表中岸水手 中岸水手很多都是屬於澳洲當地國家隊的青年關球員 但到決賽時發揮真的軟順了阿斯東維拉 入球很早的時間已經出現了 艾伯靈頓 禁戒賽事也顯示了自己的寧活性很高的維拉青年關 替這場決賽打開入球的序幕 這些賽事雖然說要熟悉賽制 但能夠迅速做到走位也是一個很關鍵性的條件 雖然是去年才參加這個七人賽 他們都能夠打入決賽 上一屆是0比1負於蒲和紅鑽 看這屆對著澳洲代表中岸水手可不可以拿回一次冠軍 接著還是維拉攻勢 但這球球按下去也是想比艾伯靈頓 不過略然不是太夠力水 看見下半場的過程 大波中岸水手的卡維斯力 索性自己 這個拒錢就直接不抽 但這類的七人賽 著重地面功夫可能更好些 你這些位置想自己這樣爆起來 難度較高 以及維拉的防守 在領前值得相當不錯 維拉又有機會沿著邊線 這個是快馬的希亞特 也試試用左腳的射 大可惜射高了 這屆賽事 維拉除了在杯賽賽決賽 也隊中的史迪巴成為當格的MVP 就是維拉隊中的六號球員 唯一球球的形勢 中環水手自力反撲 大可惜輪到個人技術 跟維拉相比是處於下風 剛剛射球就陣中球員的保加特 目前還在中環水手 這支球隊正在效力 尾段時間 決賽也是採取上下半場 角踢10分鐘的賽制 看看會不會維拉捧著上半場的入球 拿來冠軍 嘩 拿來高球 最後也沒辦法 球證沒什麼保持時間提供 所以最後維拉捧著上半場的一球 球隊1比0 球員方面很開心 首度在香港港會場 拿到七人賽 杯賽的冠軍 成為這屆最高榮譽賽事的得主 英特蘭的阿士東維拉